倒是工程这个地方还真的像是末日一样 它的景象呢 就像是电影2012的末日浩劫 两个小时之内呢 排山倒海而来的巨道是冲击到日本东北部 大约是2100公里的海岸线 从北海道一路的往南 到本州中部的河哥山线都无一幸免 包括了船只房屋汽车 瞬间都被海水给吞噬 工程线的仙岛市呢 是仙台市沿岸地区 到了傍晚的时候 已经发现有200到300具溺死的遗体 因为附近呢 都是农田跟农家 根本没有可以避难的高台 海啸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被海啸给冲走了 目前是行踪不明